尼大姐,你好 我们已经两年多没有见面了 提笔给你写信仍然让我感到非常沉重 我也知道你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独婚 从网络上不时看到你遭到驱赶,遭受打压的信息 政府要先告知,政府都给改正的机会 你为什么不走?你为什么不走? 你是不是让人先说 你越来越被视为当局的眼中钉 那是因为这么多年来,你一直没有放弃抵抗 也许是这一点让当局无法忍受 他们希望看到你这样的人低头求饶 这是他们盼望的 这两年来,当局对人们的控制和打压越来越疯狂 但是这不能阻断人们争取人权,争取自由的精神 其实这种打压也充分证明了当局的不自信 他们害怕风吹草动,他们感到草木结冰 但是这种高压状态注定维持不了多久 我们呼吁所有的人,关注你们,关注中国人民,支持他们的抗准 谢谢